-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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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又到了,大家不要很想念水上運動呢 今天Dekervon會帶大家體驗一個又刺激又涼爽的運動 WakeServe 端成邀請了WakeServe教練和我們運動拍檔王子 跟我們一起提供新手必學Tips 在我們開始之前 讓我們教一下觀眾WakeServe有甚麼要準備 WakeSurf要準備的用品分為三大類 分別是防曬、防水和個人用品 首先是防曬用品 玩WakeSurf的時候長時間會暴露在陽光 加上水面的反射 所以我們要準備防曬衣、太陽帽和太陽眼鏡 另外防水用品有防水袋和手機防水套 可以保持衣物和電子儀器的乾爽 最後還有個人用品 有泳衣、大毛巾和拖鞋 特別向大家推薦這個毛巾衣 上水之後還可以保溫和方便換衣服 有齊了這些用品 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去玩WakeSurf Hello 大家好 我是WakeSurf教練阿雲 WakeSurf這個運動可以令大家享受陽光 希望這次的Tips可以幫到大家享受WakeSurf的樂趣 好 我們立即開始這個WakeSurf的教學 入門的Tips 1是教大家分一下Goofy和Regular Goofy就是右腳向前 如果是左腳向前就叫作WakeSurf 分清楚哪裏是Goofy和Regular 即是右腳或左腳後 就可以拿著手掌 拿著手掌同一時間都要夾著板 不拿著板就會到處走 夾著它便不會到處轉 幫助自己節省很多時間 手握手掌後 這個姿勢應該托膝在滑板上 而雙肩便放在雙腳之間 挺空收腹 避免太用力向後拉手掌 起水時會很容易跌 當姿勢準備好時 船會向前走 會感覺到手掌會有力拉 腳要向下壓 以及腳欠力度要平均撐起整個樣子 滑浪板便會自然彈在腳底上 起水後頭要望向船的船尾 視線盡量會望遠一點 望遠一點 人的平衡力都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濕平衡 正式滑水時 慢慢把板移入浪中間 整個人便會順著浪走 有信心之後便可以放繩 我總共也會見到ata 時… 超ene甚至 仔一直記й 此кая wrench 禁令 探 Cancer